1949年,六国饭店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,紧接着传出了一个洪亮的声音,报告,我是朱德。 陈明仁吓了一跳,还以示什么人在开他的玩笑,结果打开门一看,正是朱老总充满笑意的脸庞,他受宠若惊,赶紧回敬了回去,四目相对,两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,虽然这只是一个玩笑,但是也表明了朱老总对他的尊敬。 那么,陈明仁是什么人,为什么受到这样的礼遇呢?大家好,欢迎关注硬核王探长,点关注,不迷路。陈明仁出身湖南,从小就有着一枪报国热泄的他,长大后,毅然报考了陆军讲武堂,希望毕业后参军入伍保卫国家。 后来,这所讲武堂和黄埔军校合并,陈明仁也意外成为了黄埔一期的学员,早在大革命期间,陈明仁就表现得非常英勇。 身为台长的他,每次冲锋都跑在最前头,一点也不怕死。 攻打惠州期间,陈明仁更是担任赶死队队长,把手榴弹绑在腰间,拼死攻城。 抗日战争爆发后,陈明仁参加了武汉会战,主要负责九江防御线,当时日军为了攻占阵定,使出了浑身解术。 海陆空三军骑上阵,许多守军都相继被打垮,但是只有他率领的玉尔师还在顽强抵抗。 后来这支队伍又参加了昆仑关战役,广西贵南会战,每一次都率领战士们和日寇浴血拼杀,高喊,绝不当俘虏,站至最后一人。 日军入侵缅甸后,陈明仁更是带领中国远征军打出了威名,仅用了三天的时间就拿回了回龙山,挽救了整个战局。 这样厉害的人才,蒋介石自然不会放过,为了拉拢他,还要亲自给他做红羊拉眉,陈明仁在老家早有妻子。 不过是父母给他包办的,于是就有人劝他,这是父母之命,算不得数,现在出门在外,应当另寻家人。 即使他知道,这样一来,会让自己前途无量,但还是坚决不做陈世美,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好意。 这并不是陈明仁第一次不给蒋介石面子,也不是最后一次。 有一次,蒋介石来到昆明视察,走到一个风景区的时候,看到了正在修筑公室的士兵,虽然穿着军装,但是看起来破破烂烂的,蒋介石觉得这有损形象,非常生气,赶紧派人查明他是谁的部队。 得知是陈明仁的手下后,二话不说,将他降职了,陈明仁是个暴脾气,当即就跑到蒋介石跟前要个说法。 你凭什么这么做?你这个师长没当好?哪有部队衣服穿成你这样的? 陈明仁听了以后,气不打一出来,他难道不想让弟兄们穿好点吗? 还不是他蒋介石害的,发的都是一些什么破衣服。穿了没几次就这样了,质量非常差,而且还都是四成新的旧衣服。 蒋介石恼羞成怒,生气地喊着绝无此事。 陈明仁不依不饶,开始和他吵起来。 还要和他对仗,把蒋介石气得,要让人把他压回重庆去。 但是他完全不吃这套,一把旧领章扔在地上。 随便你,老子不干了。 蒋介石刚要发作,云南主席龙云赶紧拉住了他,这才保下了陈明仁。 从那之后,陈明仁就落了个澳城将军的称号。 1949年,陈明仁就任华中角总副司令,驻扎在他的家乡湖南。 此时的全国解放形势已经是大势所趋,解放军濒临城下,湖南解放在即。 为了争取湖南的和平解放,国防人员开始做陈明仁的工作。 1947年的时候,陈明仁被陈诚排挤,要撤了他的职。 他跑到蒋介石面前找他要个说法,结果蒋介石并没有搭理他,陈明仁只能无奈地赴贤在家。 满腹委屈的陈明仁只能借酒消愁,对蒋介石也怀恨在心。 就在陈明仁为了要不要起义的事情纠结不已的时候, 他的恩师,湖南主席陈前找到了他,在当初报考陆军讲武学校的时候, 陈明仁其实差点进不去,因为他报名的时候,学校已经停止招生了。 此时的陈前正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在听说了陈明仁的事情后。 陈前便给他开了一个小后门,这才让他成功入学。 所以陈明仁一直以来对陈前都非常感激。 而在不久之前,蒋介石给陈明仁下了命令,要他大意灭亲,杀了陈前, 白重启也让人转告他,可以先将陈前家包围起来,逼他就范, 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必要的手段,也就是和蒋介石一样让他杀了陈前。 因为此时的陈前已经被我方争取了过来,决定起义。 陈明仁知道,和平解放是大势所趋,也不愿意杀害自己的恩师, 于是下定了决心和陈前一起脱离国民政府。 早在陈明仁还在上学时候,就对朱老总钦佩不已。 那时候,朱老总跟随蔡厄将军讨伐袁世凯, 在四川卢州纳西和几十万北洋军, 即战四十六天,打下了赫赫威名。 在朱老总英勇世纪的激励下,陈明仁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了。 朱老总听说了,他在滇西的抗日威名之后,也非常赞赏, 只是两人一直无缘得见,于是这次争取陈明仁的工作中, 朱老总也出了不少力。 在考虑起义的过程中,陈明仁最担心的就是起义后的待遇问题, 他在四平战役中和我军血战。 造成了不少伤亡,于是朱老总找到了在这次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陈明仁, 也就是他的弟弟。 我军一向优待俘虏,陈明仁被俘虏之后立即被送到了医院治疗, 在养病期间,他深切地感受到了我军的优秀政策, 将自己的经历原原本本地告诉给了陈明仁, 这才打消了他的顾虑。 陈明仁通电起义后,毛主席和朱老总力邀他前往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。 当他走下火车的时候,朱老总嘱托聂帅前来迎接, 而后更是亲自登门拜访,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。 见面之后,朱老总热情地邀请陈明仁共度晚宴, 坐陪的还有其他几位元帅和大将,规格可以说是非常高了。 来到宴会厅后,朱老总看到餐桌上摆放的是西餐, 也不知道他吃不吃得惯, 于是提出要亲自给他下厨做一道川菜, 同时爱吃辣的省份,川菜应该会和他的口味。 陈明仁激动不已, 他万万没想到朱老总能带他至此, 这是在国民党的队伍中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。 我何得何能啊,他连忙拒绝。 但朱老总还是挽起袖子, 走进厨房亲自给他露了一手。 陈明仁非常感激朱老总的后代, 当即表示,吃了革命的辣子, 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。 新中国成立后, 他带领被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, 赶到广西剿匪, 此时盘踞在广西的国民党参与势力, 正是白宠喜的队伍, 而和陈明仁并肩作战的人却是他的曾经的老对手李天佑。 李天佑和陈明仁多次交手, 对他的军事才能非常敬佩, 现如今有了他的帮忙, 广西的剿匪绝对能马到成功。 废话不多说, 两人简单的寒暄过后就开始共伤剿匪大计。 靠着对国民党部队的了解, 陈明仁很快就针对当地的玩匪做出了作战方案。 最后, 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, 陈明仁等人共计剿灭匪众五万人, 肃清了广西省内的所有匪谷, 保障了当地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。 在此之后, 朱老总和陈明仁的情谊也一直延续了下去, 只要是来到对方的所在地, 就一定会拜访对方, 多年以来都是如此。 陈明仁起义后, 受邀参加政治协商会议, 一看到陈明仁, 毛主席就高兴地表示, 有了你, 代表性就全了。 此时的会议上, 已经邀请到了各方面的代表。 而陈明仁, 则是唯一一位蒋介石的嫡系将领, 意义重大。 除了朱老总和各位地下党员的努力, 毛主席对陈明仁的态度, 也是促使他下决心起义的重要因素。 政协会议期间, 毛主席邀请众人游览天坛, 看到人群中的陈明仁, 还单独将他叫出来和自己合影留念。 后来还亲自他到家里吃饭, 期间陈明仁谈到四平之战, 愧疚不已, 毛主席宽慰道, 这跟划船都是一个道理, 都想赢吗? 在问到他今后有什么打算的时候, 陈明仁表示, 还是想在军中效力。 毛主席大方地表示, 既然如此, 那你就担任解放军21兵团司令员吧。 1949年12月2日, 解放军第21兵团正式成立, 陈明仁换上了新军装, 隆重地在驻地流洋举行了成立大会。 会上, 陈明仁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。 从今天起, 我们就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,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新的道路, 向其他兵团的解放军看起, 把自己打造成一支强大的国防军。 演讲完毕,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 1952年, 全军进行了整变。 原来的第21兵团更名为第55军, 陈明仁继续担任军长, 镇守广西战江。 1955年, 陈明仁作为党外人士, 被授予上将军衔, 他激动地表示, 自己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做上将, 以往在国民党队伍中, 他的最高军衔为中将。 1972年, 陈明仁不幸身患癌症, 周总理知道后, 亲自安排他到北京治疗, 不过两年后, 他的病情还是恶化了, 最终病逝于北京, 享年71岁。 英雄不问出处, 只要最终选择站在了人民的这一边, 就是大功臣, 而成就这一切的。 除了陈明仁的身名大义之外, 最重要的就是朱老总和毛主席宽广的胸怀, 正是两位伟人的努力, 才有了我们如今美好的明天。 对此, 大家觉得怎么样的呢?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王叔讨论吧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